一笔財竟在運通 大家好 我是曾一傑 欢迎收看天天鼓鼓掌 首先我们先来关系一下 加权指数今天的表现 加权指数今天开高走低 中场是中错了132点 成交量1058亿 那今天你可以看到 这个股市里面下跌的加速 高达677加 上涨的加速只有278加 今天全市场所有的股票 可以说是哀鸿遍野 那么当然今天这个行情 已发生之后 我相信你仔细去看一下 所有的投股节目 你不外乎会发现以下的情况 今天所有在带投资朋友 做股票的这些分析师 你会看到他的节目内容 可分为下列两个形态 第一个形态 他一定会很用力的跟你解大盘 今天为什么跌 那跌下来之后要不要怕 不要怕拉回找买点 大概是这种言论 我大概想一下就知道 大概是会有这种形态的节目 这第一种 那第二种呢 很多老师会在电视上 拼命的安慰你 特别是要安慰他的会员 因为他们的会员 手楼上的股票呢 下跌的加速实在太多了 那他教会也买了一大堆股票呢 一定有很多跌的东倒西歪 非常凄惨的 所以很多老师在电视上 也会拼命的跟你怎样 信心喊话 告诉你不要怕 这里只是拉回整理 股票呢 整理完毕之后就会再往上涨 我相信你看到节目都是这个形态 所以这印证的曾老师 当初告诉你的话 告诉你的真相 什么真相 我说你跟着老师啊 是不是都这个样子 你今天看到台面上 很多老师在安慰你 在跟你解大盘的这些人 我请问你 他们在安慰你的这时同时 之前这些股票 是谁叫你买的 各位不就是他们叫你买的吗 那你看哦 你看一下哦 这我写的对不对哦 你所跟的人是不是就这个样子 今天呢 大盘跌了132点 当初他叫你买一大堆股票 结果今天跌下来了哦 他跟赏户一样 会叫你买却不会叫你卖 这很多老师都这样哦 一旦带会人做股票赔钱了哦 套牢了哦 就不会卖了哦 跟赏户一模一样哦 赔钱套牢他就不会卖 就不会处理了哦 然后电视上也不会交代了哦 接着你往下看 带你进场 却不带你出场 带你进场却不带你出场 为什么 因为赔钱套牢了嘛 所以他带你进场 他就不带你出场嘛 对不对 那更重要更可恶的是 还有一种老师 今天竟然还在表演掌停板 为什么 因为他买了一大堆啊 结果那些赔的他完全不交代 今天专门在表演掌停板 所以这个头顾老师啊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来 来招收会员 你进去之后 他先叫你买了一大堆 买完之后 哇 买进了哦 但是因为赔钱套牢 他就不会卖了 然后带你进场 不带你出场 然后电视上每天都在表演 最强最标的那一档股票 我说这个就是很多人的手法 如果你还在看天天掌停板的节目的话 我恭喜你 你很有可能被这些人骗走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告诉大家 今天的大盘 大家都知道 他开高走低 跌了132点 所有人都遇到相同的问题 什么问题 股票套牢啦 所有人都一样 包含电视上的老师也一样 所有人的问题都一样 只会买不会卖 为什么因为赔钱套牢了 那当初为什么会买 很多投资朋友自己做股票也是这样 听哪个老师讲 你就去买买看 结果呢买了一大堆 对不对 不知不觉买了一大堆 很多老师也是一样 带会员也是一样 先叫会员买再说 结果不知不觉也买了很多档股票 买了10档买了20档 那现在 今天大盘跌下来了 这些股票开始亏损套牢了 就不管他 办好拨 简单来说就是办好拨 不要管他 不要插他 那最后呢 倒霉的是谁 倒霉当然是投资朋友啊 因为如果你是用融资操作的话 很有可能到最后呢 断头出场 要不然就是砍在低一点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的操作 是不是就这样 散户的操作就是这些问题嘛 所有人的问题就是会买不会卖嘛 你跟着老师是不是也这样 所以在今天 我就要让你知道 我曾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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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一些解盘师 跟这一些其他的分析师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讲过了 我的操作绝对是空开的 我带会员进场 就一定会带会员出场 这就是我独特的风格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我们进场的创意 创意今天也不例外 他也跌下来 但是在昨天 各位 我们是不是在昨天进场 买进了这一档3443的创意 10月1号嘛 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 你只要跟对的 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 确实是如此 今天的创意我们先来看一下 创意今天呢 大跌了4.09% 它跌幅4% 今天跌了11块半 跌了11块半 收盘收在269块 昨天我们在265块 公开的在电视上告诉大家 我们买进了这一档 创意3443 来各位这昨天的 昨天你有空去看一下 我就不再多说了 昨天3443 我们先在9月28号告诉你 买点快到了 对不对 那昨天10月1号 我们在265块买进8张 这昨天的嘛 来我们看一下好了 复习一下好了 VIP的单股重压 上周预告3443的创意 270元以下我会买进 那今天开盘呢 昨天啊 这个是昨天10月1号 开在271 我请会员朋友 我们专人通知 通知会员朋友 挂定价260元买8张 给他买8张 这9点01分 专人通知 专人通知 买完之后各位 昨天收在哪里 请拉近 昨天涨了3%半 收在280块 我们昨天没有卖 我也告诉大家 我们昨天没卖 对不对 问题是今天的整个大盘 开高走低之后 这些股票要不要处理 当然要处理啊 来 今天我们怎么做的 你仔细看哦 我今天要让你知道的就是说 我曾英杰 跟那些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点 我绝对不叫会员买一大堆股票 我绝对不会叫会员买一大堆股票 所以我不可能表演 不可能造假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的股票 就是请专人通知 一次就是重压一档股票 那昨天买的创意 今天表现不如预期 该怎么办 当然要处理啊 不能伴好弄啊 对不对 因为其他老师都一样 其他的投资朋友都一样 股票如果在刺 股票如果在落 就伴好弄啊 我还管你 在等什么 等解套 等反弹 所以我们的处理方式是跟其他老师不一样的 我的操作 待进 待出 清清楚楚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 我的操作 待进 就一定会待出 而且保证清清楚楚 昨天买的创意 今天不如预期 当然要处理掉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9点现货一开盘啊 我就已经在注意创意这档股票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多会员朋友都买这档股票啊 那我们能不能给 像会员一样 办好弄啊 我能不能像其他老师一样办好弄啊 当然也不行 因为我是曾英杰我不是其他老师 所以你今天来看哦 今天9点一开盘的时候我怎么处理的 请你看一下 VIP的单股重压 你认真看 我怎么处理的 来 3443的创意 今天 并没有延续 昨天的攻击气势 这一句话很重要 做股票 我们当然就希望能够爆大波段 但是爆大波段的过程当中 你还要随时懂得应变 像今天的创意 他开盘 已经没有昨天的攻击气势了 这个时候当然不要死报活报 你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要应变嘛 来 并没有延续昨天的攻击气势 那要怎么办 开盘价开在哪里 开在275块半 昨天收280块嘛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 这一开盘就开低了嘛 这昨天280块半嘛 那今天一开盘 来 导播照一下 一开盘就掉了5块钱嘛 这当然没有延续昨天的攻击气势嘛 这一开盘就已经掉了5块钱 当然没有延续昨天的攻击气势 那怎么办 我们来看一下 开盘价275块半 我们挂定价 276元 出清这档股票 各位 276元出清这档股票 今天你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盘中最高 还冲到278块 这一定出得掉 这一定出得掉 这保证出得掉 所以我一直强调什么 我跟其他老师真的不一样 我会买 我自然会带你卖 我带你进场 我就一定会带你出场 绝对不会放给他烂 绝对不会带你卖 为什么 今天老师要把股票 歪管你 要带你卖 因为任工啊 这些股票 如果还起来的时候 他又会把他拿起来 拿起来的表演 你听我的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很多老师 带你进不会带你出 因为带你卖股票 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今天把股票卖了 结果明天开始大涨 他就没有办法表演了 但是我强调的是责任 所以我今天不管 明天创意是不是涨停板或大涨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 我们已经出掉了 就是这么简单 有没有很清楚 三四四三创意 今天把它出掉了 我们在265块 昨天买了8张 今天在276块 把它出掉8张 出掉就是出掉 一张的价差就是11块 8张的价差就是88块 我们看一下 今天这样出掉之后 马上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它的价差就是88万 我再讲一遍 你看我的电视节目 你会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出 我绝对不会像其他老师一样 模拟两可 完全不交代出场点 我们的操作很重视 进跟出 两个动作都要完成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交易 好 那做完了创意之后 今天到底有没有新的标的 可以买 当然有啊 昨天打电话进来的会员 当然不可能 今天再叫他买创意 因为创意今天就是要出掉嘛 所以昨天打电话进来入会的投资朋友 我们今天还是选了一档标的 让他进场去买 所以你只要是在昨天打电话进来 参加曾老师重压会员的 VIP单股重压的 专人通知的话 我们今天就给了这档标的 而为什么曾老师会选这档标的 请你等一下认真的听我分析 来 我说在股票市场里面 选股是有方法的 选股是有方法的 什么方法 我等一下会教大家 今天10月2号 我们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告诉了昨天 告诉了昨天 你进来参加的会员朋友 买进茂连KY这档股票 3665的茂连KY 为什么要买 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我说我选股的逻辑 一定有我的方法 为什么我们几乎每次选的股票 一买进去之后 就开始大涨 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 为什么胜率可以这么高 原因出在哪里 我来告诉大家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做的 来 VIP的单股重压 你先看 昨天 针对昨天 刚参加的新会员 这个救会员 昨天就买创意了嘛 对不对 那今天当然创意出掉了嘛 再等下一档嘛 那昨天刚参加的新会员 昨天来办理入会手续的新会员 今天一开盘 来 专人通知 一样专人通知 昨天刚参加的新会员 3665的茂连KY 开盘价在163块 开盘价在163块 我们今天请会员朋友 挂定价163块 就直接买13张 资金大概200万 来各位 我们先来对价对时 可不可以买得到 这个是9.01分专人通知的 来 来到9.09分 你可以看到今天最低价 162块半 30张23张 你有看来吗 这9点控告分 茂连KY 分时价量明细表 10月2号 这今天的分时价量明细表 9.09分还出现了162块半 有30张有23张 当然163块一定买得到 好 我们今天专人通知新会员 专人通知新会员 新会员 买进3665的茂连KY 163块 买进13张 各位 今天的茂连收在167块 收在167块 老师你为什么知道 今天的茂连会上去 其实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怎么选择到 茂连这档股票 我今天就要告诉大家 我的选股逻辑 我说在股票市场里面 实在有太多档股票了 有1800多档 你到底要怎么样选股票 才能够胜率提高 风险降低 我的方法很简单 来各位你来看一下 人家听啊 这就是江湖哦 为什么我可以选到创意 为什么我今天可以选到 这个茂连 茂连 现买现买现赚 为什么 来 你仔细看 这就是我的选股逻辑大公开 我很喜欢去寻找 跌升 而且底部的股票 什么叫跌升 底部的股票 导播这边拉近 这个地方是前波的高点 它叫226块 这是茂连 226块整个拉远 它是不是一路往下跌 我特别会去注意 这种一路往下跌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一路往下跌的股票 它才能够让你真正买到 底部 而且便宜的地方 如果一直在涨的 那叫追涨停 很多老师也在干这种事情 为了表演涨停板 会叫会员去买涨停板的股票 像这样子的操作风险太大 我的操作逻辑很简单 我很喜欢去观察 跌很深的股票 比如说像国具 我现在也在注意 比如说像创意 跌到265块 我就昨天进场去买 今天出掉 那么这个茂连 也是一样的逻辑哦 昨天 其实我就已经注意到了 茂连来到这个低点 请拉近哦 请拉近这个地方 139块 这个地方 坦白讲 我不晓得它是低点 但是在昨天 它出现了攻击讯号之后 我就开始注意它了 今天再一次 我就进场了 我的做法很简单 我喜欢寻找跌很深 而且在底部成型的股票 要跌很深 而且底部确定成型的股票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等 等什么 等攻击讯号出现 我就买 按照这种逻辑下去买股票 你买10档股票 基本上会赢它8档9档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买的股票 几乎每一档都在赚钱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有我的风光 我不会去跟人家一样 去追涨停板 什么股票今天涨停板 我就故意叫会员去买涨停板 然后电视上在表演 现买现赚涨停板 像这种不要脸的老师 真的很多 我坦白讲就叫不要脸 这样子也敢表演涨停板 然后实际上是买了一大堆 然后接着你看 今天大盘跌下来了 他完全不敢讲他的股票 他只会在那边解释事后盘 然后安慰你 然后告诉你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 现在刚好是低点可以进来买 都讲这些废话 但是我的节目你仔细去看 我每天都会告诉你 我买了什么股票 我们做了什么股票 我的选股逻辑是什么 像这种才是有教学功能的节目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叫有教育意义 那教育当然要配合这个实战 不是随便嘴巴讲讲 今天就买这163块 买进13张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时间收盘 来各位 今天你只要是昨天参加的新会员 今天就是全部都是买这个帽连 全部都是专人通知 来366的帽连KY 今天收在167块 没有赚很多 没有赚很多 买了13张在163块 一张的价差4块钱 没有很多 但是你要去想哦 今天曾老师能够选到这档股票 已经算是非常的优秀了 你去想想看 今天的大盘跌了132点 我们的帽连 竟然还逆势小涨4块钱 如果今天大盘是上涨呢 你觉得他有没有机会涨停板 所以我要说的重点就是说 金股票没有那么困难 但是你要跟对人 我有我的选股逻辑 为什么我们带会员重压的股票 对 为什么几乎都是在赚钱 其实老师说 要单股重压 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哦 你想想看 曾老师要叫会员去压一档股票 一定要相当相当有把握 我才敢叫会员去重压嘛 因为也就只有这么一档嘛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选的股票 必须要非常的谨慎 也要非常的小心 所以我再讲一遍 我选择的股票一定是这样 跌很深 而且底部成型的股票 再来就是等攻击讯号 只要攻击讯号一出来我就买 像今天 各位4块钱 一张价差4块 13张价差就52块 52万2 这当然没有很多 但是你要去想 今天大盘是表现非常的弱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真的是做完一档又一档 来这操盘是专人通知 你有没有看到 环球金做完之后换创意 创意今天也出掉了 昨天进场今天出掉 写的一清二楚 265块买8张 今天276块出8张 各位价差写的一清二楚 上一档做环球金 一张三万零五百 七张二十一万三千五百块 这一次买这个创意 一张十一块 一万一 八张八十八块 八万八 今天冒联再度进场 13张 这新会员 那这个买创意的这些会员 明天一定会再找一张标的进场 你听我的意思吗 所以在今天我想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做法很简单 我们绝对不是买一大堆股票 然后在电视上只表演赚钱的股票 不是这样 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 VIP的重压做多单股 锁定底部成型的股票 等时机成熟 我们就进场重压 操盘是专人通知清贷 做完一档 再换一档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我们的服务 绝对有一定的保障 VIP专人清贷 他没有免费的四代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会费 保证比别家贵 我一直要强调这一点 我们的服务比别人好 我们的会费当然会比别家贵 所以如果你要找会费便宜的 麻烦你不要找我 我的会费绝对是很贵 绝对很贵 你可以来问看看 会费绝对比别家贵 我们强调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我卖的是专业 如果你真的试货的话 你认同我的操作理念的话 我才欢迎你来找我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是要比价格的 那就不用来找我了 讲真的我比别人贵 但是现在我们有个活动 这个活动 来各位看一下 它叫发发发到封关 168专案 发发发到封关 什么意思 就是要服务你到封关 透过VIP的单股重压 例如说单股重压 只做一档 单股重压 操盘是专人通知清贷 代金一定代出 代金一定代出 这个活动 直接服务你到明年的封关 你认同我的操作理念的 我再讲一遍 你认同我的操作理念 你不是来比较会费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跟我们联络 欢迎你跟我们联络 透过我们的专人清贷 单股重要的方式 我要让你 做完一档再换一档 我要让你快速的累积财富 所以你现在该怎么做 现在大盘 你觉得股票很难做 你当然更需要专业人士来帮你 该怎么做 把握中场资讯 跟我们联络就对了 我们稍坐休息 大家回到节目现场 谢谢各位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眼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您是否常常顾前顾后 却理战礼拜 今天进场 明天立刻套牢 您是否为了悬骨伤痛脑筋 总是小赚大赔 不知所措 曾老师肥票敲牌式 透过专人清贷 精选持股 待进待出 帮助您反败为胜 对的时间 对的价位 买到对的股票 曾老师帮助您 赢到股股涨 日付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您是否常常顾前顾后 却理战理败 今天进场 明天立刻套牢 您是否为了选股伤痛脑筋 总是小赚大赔 不知所措 曾老师股票敲牌式 透过专人清贷 精选持股 待进待出 帮助您反败为胜 对的时间 对的价位 买到对的股票 曾老师帮助您 赢到股股涨 日付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对的股票敲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勤洗手确实消毒 肌肉蛋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 勤肉蛋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胃食 不接触 三要五步勤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天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相信很多投资者 到现在 你还是可以看到 每天都有 掌停版的电视节目 我讲的是投顾节目 那如果你看到这些节目 我要提醒你 你真的要小心要注意 千万要小心要注意 为什么 因为这些天天掌停版的节目 他们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让我告诉你 其实啊 想要看到天天掌停版的节目 真的很简单 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这样 先叫会员 买了一大堆股票 什么都买 什么都不奇怪 买完之后呢 开始赔钱了 像今天 来 跌132点 你去看一下你老师的节目 你去看一下 他是开始不交代了 这个叫自知不理 简单来讲 股票只要了解 他就放给我 死豆油没死贫豆了 这样你听我的意思吗 再来哦 就去找这一大堆股票里面 涨停版的股票 就这么简单 这是很多人的手法 千万不要成为白老鼠 我说我来到这个电视台 我来卖的并不是怎样 我的绩效 我来卖的是观念 你的资金真的在50万以下 200万以下 我都说了这个叫小资主 小咖 这个叫小资主 既然你是小资主 你就要认命 我说了 你只要看得懂一档股票 做好一档股票就可以了 50万以上200万以下 麻烦你只跟我做一档股票 买进强势股 放空弱势股 各位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的操作 我电视上所讲的 我们就是一档做完再换一档 就像 就像你在电视上 所看到这张字卡一样 9月21号 我们买进环球金 309块半买7张 9月27号340元出掉7张 有进场就会有出场 这个叫带进 这个叫带出 带进场就会带你出场 这个做完这一档之后 你马上可以看到 这叫30500 这叫213500块 这个就是单股重压的威力 透过单股重压 你会发现 你的财富累积的速度才会快 如果你希望你的财富累积速度快的话 你就必须要能够认同 单股重压这种操作方式 做完了环球金之后 接下来创意3443 昨天进场今天出场 你有没有看到 我并不一定会做波段 我们看情况 股票如果继续涨 对我们有利的 我们就会继续报 像创意今天 开盘气氛就不对了 当然要赶快出掉啊 还要跟他死报活报吗 当然不要啊 所以做股票它重点是什么 要灵活 重点就是要灵活 你的资金才会像一滩活水一样 我昨天进场的创意今天卖掉 我明天再带会员做新的标的就好了 有进就要有出 一张一万一 八张八万八 那今天呢 买进这个茂连KY 366茂连KY 163块买进13张 还没出 还没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一档接一档 所以我要再讲一遍 我的操作 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再讲一遍 VIP 专人清贷 它的服务品质有保障 什么意思 服务品质有保障 意思很简单 带你进 就是会带你出 环球金带你进 就是会带你出 创意带你进 就是会带你出 这个叫服务有保障 因此这里我要告诉大家 绝对没有免费的世代 没有 没有 写得很清楚 而且会费比别家贵 因为我们强调的是 一分钱一分货 你有看到吗 你如果要找会费比较少 电视台很多 你去找别人 你要求好的服务 你当然要付的 比较高的费用 这是一定的 所以我卖的是专业 如果你真的试货的 你认同我的 你再来找我 真的 真的认同我再来找我 那现在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我们一个活动 服务 各位到封关 发发发到封关 这是168专案 168一路发 一路发 一直发到什么时候 发到封关 通过VIP的单股重压 操盘是专人通知清贷 所谓的操盘是专人通知清贷 就是带你进场 就一定会带你出场 不管赚赔 不管赚赔 这样的服务品质 我相信才是你要的 因为有太多老师 只会买不会卖 所以当今天你看到了 大盘跌了132点 很多老师的股票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通知你处理 你会发现他们在电视上表演什么 解盘 表演什么 安慰你的话 所以这个就是投顾节目 今天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我都把真相告诉你了 那如果你认同我的话 我再讲一遍 我们有一个活动 会带你到封关 服务你到封关 透过VIP的单股重压 操盘式专人通知精态 服务你到明年的1月30号 有兴趣 想要跟我们一路发到封关的投资朋友 利用今天把电话拨通 不要再想了 你每慢一天 你就少赚一天 不要再想了 利用今天把这个电话拨通 跟上真一点的脚步 明天等我们专人通知 你进场买股票 最后祝各位 明天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 谢谢各位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您是否常常付钱付后 却礼战礼败 今天进场明天立刻套牢 您是否为了选股伤透脑筋 总是小赚搭配 不知所措 曾老师股票超盘式 偷过专人清贷 精选持股 待进待出 帮助您反败为胜 对的时间 对的价位 买到对的股票 曾老师帮助您 赢到股股涨 支付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您是否常常付钱付后 却礼战礼败 今天进场明天立刻套牢 您是否为了选股伤透脑筋 总是小赚搭配 不知所措 曾老师股票超盘式 透过专人清贷 精选持股 待进待出 帮助您反败为胜 对的时间 对的价位 买到对的股票 曾老师帮助您 赢到股股涨 支付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谁也要钱 店也要钱 还要交电话手机费 妈妈 我的学位不要钱 哪有这么好的事 因为有五岁幼儿免学费的政策呢 那私立幼儿园也有补助吗 念公立免学费 免私立补助一万五千元 哇 很高 免所得七十万元以下家庭 另有家额补助